大家好,我是Vinga 我现在来到了小舅爷爷家 因为他们家人很多 现在特别忙活 刚刚在玩好多只羊 今天现在来到这里 是要跟我叔叔一起试这个羊毒烤肉 没有试过,所以一定要先试一下 该怎么做 然后精确的记一下他的石头烤的时间 还有蒸的时间这些 我们把石头和这些菜都拿过来 这个石头还是我小舅妈给的 来,你走 这个石头 原来是用过的 钥匙 但是他们说要是买了新的石头的话 先要用盐水给它泡一泡 连石头它都是有讲究的 不是直接的山上的那些石头 第一呢它是非常粗糙 第二呢又特别容易裂掉 这种经过多年的被 河水啊或者是海水洗刷过的 鹅卵石它非常的坚固 然后很滑 受热面积就平均 我们今天非常忙 宰了八只羊 然后宰的时候是挺快的 但是整个全部都剃骨 又给它们分类好 又要有些呢先煮好 到时候可能就太忙的话 加上现在天气又是很冷了 太忙的话就没有时间了 所以有些肉要先煮好 得冻上 哇 洋葱 洋葱得切大点没有问题 就整个 因为它是会 一层层 自己就 自己就那什么了 嘿嘿 所以 可以 半个就可以了 我觉得 洋葱不用放太多 太多可以了 入味就可以了 这样的东西 洋葱我也准备好了 既然说是新鲜 现在的 像我们这儿的羊肉水 比较好的 看这个鲜红色的 非常好吃的羊肉 但是呢 也为了日味 我们就割点 紫蘭粉和胡椒粉 再割点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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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又有一个 一会儿 又有一个 鱼肉 什么都不吃了 我会吃 鱼肉 真的 还有 一会儿 一会儿 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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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恭喜 今天 有点冒油的感觉 也适当的给它翻一翻 翻面 待会要装到这里 先割肉 不然石头直接下去的话 它会 会烧烧 超过两大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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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 来 来 来 大蒜,你給我吃吧,我吃一下吧 刚空起来了 给它扎一下 叔叔家就不客气了 等蒸着羊肚肉的时候 这段期间我们就喝着茶 吃着肉 午饭和晚餐之间的小零食 还是先吃奶豆腐 好好看啊 我们要出锅吧 哇 来 比较 你也得到 我得到 我得到 我得到你 我得到你 你得到你 你得到你 我得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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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 我得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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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 你先走了 你先走 我认识 你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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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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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他 我认识 他 我认识 它整个这块的汤汁和油化了之后有那个很香的本来本身的汤汁吧 不是汤 它本身的汤汁就这么多 来 上桌 我们美食的第一口一定要留给 要么是最尊敬的客人 要么就是家里的老人和主人 可以吗 可以吗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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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这村里是这样 在这村里里做的是什么 可以吗 好 还有汤汤的时候 还有汤汤的时候 没吃吧 没吃完 没吃完 没有吃完 好 那个汤汤的时候 要吃的 好吃 没有 有 小春天 晚上 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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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